大家是不是覺得預設快速鍵的設定非常簡單而且實用呢 接下來我們在出廠前會為各位送上三個手法 A 我們一開始預設叫做精品大美式 我們可以為會議是五六人份快速的沖煮一杯大美式咖啡 所以請你放下35克到40克的粉末到你的濾杯裡面 並且按下A然後進行萃取就可以了 記得這時候水要加滿 第二個手法呢是濃縮 你只要放20克的粉在這下面一樣按B再按萃取 接下來就可以完成一杯濃縮 待會為各位介紹濃縮還有更多其他調影的可能性 最後一個C C呢我們主要是要坊間的所有的掛耳包都可以適用 例如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把掛耳包架在一個杯子上之後呢 這樣子的坊間很多朋友送的這個咖啡呢 我只要放在這下面對好中心點以後呢 我只要按下C 這時候按確認 水柱就會直接在中心點上做連續的柱水 並且也一樣有燜蒸萃取尾段萃取三段式的水柱 是不是非常方便呢